大家好 我是Jo姐姐 姐姐我今天去菜市场呢 看到人家在卖这个油菜 一把居然5块钱 我就买了两把 一把刚刚炒掉了 这把我就想要来做一样东西 跟大家分享给你们猜我要做什么呢 油菜呢 平常我刚讲的就拿来用炒的 像今天这个品质还不错 所以我就想要来做一个 雪里红 真的超简单 你不要再去外面买人家做的雪里红 你会觉得人家做的雪里红 闻起来怎么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所以后来我决定了 我要自己来做 不然我也不知道外面添加了什么东西 自己做的最安心 而且真的超简单 做出来又新鲜又翠绿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制作 雪里红 那就让我们Let's get started 首先呢我们拿一个盆子来 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这个我买回来的时候 在摊饭那边它会撒很多的水 而且那水是脏的水 所以我会来把它洗了以后呢 我把它晾干了 现在干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是盐巴 盐巴大概是我这边一共是200克 那盐巴大概就4克 就是0.02 你要乘以0.02大概就2克 所以我大概就用这样子的量 然后来腌制它 就只要盐巴就够了 那我们就把它倒在它的这个头 这个头比较硬我们先把它按摩按摩 先转过来 把这个头先让它软化 用这个盆子的目的呢 是先让它软化比较好做 不然我直接放到塑胶袋里面去 它太硬了 容易折断 就不好看了 我们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等一下它出水了以后它会渗水 然后我们再把它 装到袋子里面去腌制 就跟你在腌酸菜很像 步骤非常像 什么都不用加 就很棒了 好我们就把全部的盐巴倒进来 稍微把它抓一下 让它都吃到盐巴 让它软化就是了 我们这样子稍微把它 都弄到盐巴了之后 然后呢让它静置一下 你看它这比较不好的 我们就把它折掉 因为外面买的时候 好看到这里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要按下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 婆婆妈妈女朋友 还有喜欢做料理的朋友 请她做这道好吃的料理 给你吃你才有口福可以吃得到 如果你觉得盐巴不够呢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 它盐巴会跑到下面去 不够你可以再抓一点点的盐 但是不要抓太多 不要用力去搓它就好 就这样把它稍微抹均匀一下 你看它就已经软了 可以折起来有没有 然后要放在盘子里 让它再软一点 我们再来把它装到塑胶袋 它才不会容易骨折 它软了以后呢 整个盆子就放得进去了 刚刚是不是都凸出来 然后一样撒撒 就是乱七八糟的 你没办法放在盆子里 然后它现在因为吃到盐巴以后 它就开始软化 我们就可以慢慢把它收到这个盆子里 你看然后现在它已经出水了 我们再等个五分钟再过来 把它装到袋子里面 好了现在时间到了 你看它已经全部都软化了 而且出水了 我们就可以拿一个塑胶袋 把它放到里面去 因为它会变软 而且会变得很容易 就可以收到这个塑胶袋里面去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一开始就放进去 放到这个塑胶袋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稍微这样揉一揉 把盐巴吃进去 然后也让它软化 不要用力揉啊 你不要像洗衣服那么用力 它就被你揉烂了 揉烂了那就很难吃了 就这样再把它调个位置 这个袋子有点小 因为我觉得它还会再变小 我不想拿太大的 所以就拿小的 就这样把它放进去 有没有 然后就稍微揉它一下 就这样你看它已经变成一团了 稍微静置一下 然后你等会再过来看 等会再过来就把它翻一下 好现在过了三分钟 我们再打开来看一下哦 这样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个身上它这样都已经有渗水的感觉 那我们再继续再把它揉一下 你看这样水差不多整个塑胶袋都是水 差不多它水已经出来了 而且你看软化了 看到没软软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封起来 绑起来 再把它这样走开来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让它去慢慢的让它软化 这样子就是我们要的雪里喉 让它这个味道滲出来 然后让它更软化 这样的味道才会好吃 好大概就像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放冰箱咯 然后我们等到过两天或隔夜 因为每个的油菜的那个硬度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判断 你觉得那样如果软 那个软的程度是你喜欢的 那就可以了 现在这样就把它放冰箱去哦 这样子就可以制作雪里红炒肉丝了 你看这自己腌的雪里红已经都软化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你看生很多的水 刚刚还更多 我已经倒掉一些了 把它拿出来浓浓的雪里红的味道 看看没 这就是自己腌的雪里红 因为我礼拜天腌的 如果一到五都没时间把它拿出来 我今天礼拜六才有空要把它拿出来煮 有点腌的太久了 如果腌三天差不多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拿去洗一洗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一切 开始料理它 好我们现在洗好了 我们就把它切成末 不要切太细 大概去切像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前面比较粗我们就切细一点 后面叶子呢就切宽一点 这样炒的时候才不会叶子都糊掉 因为自己做的嘛 你就少量的做 也不用一次做太多 免得到这个东西 熬成不容易很容易 尤其它叶子很容易就会烂掉 好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炒雪菜肉丝 我这次去大陆才发现 他们好爱吃雪菜肉丝面 看我们切起来大概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等下炒了它会更少 所以我说你不要看它一大把 它会说 所以很多新手家庭主妇啊 有的可能不清楚 大概这种菜他都会说 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来准备配料 这炒雪梨红的配料非常简单 就大概一个大蒜 我们大蒜你可以用多一点 好大蒜我们把它皮去掉以后 把它按扁 然后切碎 好这样切碎我们再来切这个辣椒 我们大概只用半条就好 因为我们量很少 所以你要用整条可以 如果你很喜欢吃辣 这样我们的配料就准备好了 好我们现在锅子烧热 我们把这个肉丝放下去 把它打炒成变白色 好差不多变白色了 我们就可以放下大蒜 然后来翻炒它 我们要把大蒜的味道爆香出来 大蒜香味出来了 我们可以放一点辣豆斑姜下去 这样子它的色泽会比较好看 就放多一叠 大概一小三匙啊 把它翻炒开来 之后我们差不多就可以把水里 就可以放下去翻炒 炒了差不多呢 我们要试一下它的咸度 因为腌的太咸了 我们试试看 不会很咸 但是不要再下盐巴 你就自己品尝一下 雪菜的咸度够不够 如果你觉得够了 就不要再加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的胡椒粉 鲜一下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 加一点糖下去 让它味道比较 比较不会那么死咸 我们就把它再翻炒一下 这个大约翻炒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样腌制过以后 那个很容易就是走咯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辣椒丁放下去咯 这样我们再尝一下味道如何 好吃 我觉得用油菜做的雪里头比较好吃 最后调味完毕了我们就再翻炒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它盛盘咯 好吃的雪菜肉丝就完成咯 就可以上桌咯 好我们好吃的雪菜肉丝就炒好咯 你看看自己做的 油菜一把才五块钱 然后加上一些些肉末啊 这样子不到十块钱或十五块钱 自己在家里做就这样一大盘 两个人吃够了 因为我家小孩都不在 我现在空潮起 自己也动手来做做看 真的雪菜自己做 又卫生又健康 而且又方便而且很好吃咯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雪菜肉丝就介绍到这里咯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最重要 要分享给你的老公 小孩朋友 还有同事 一起观看我的影片 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拍置咯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拜拜